加班日誌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事 加班日誌,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事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以下收音到的是輕鬆電台FM96.9天空的維他命C 上一集我們帶大家一起拜訪了彩虹重擊龍舟隊的家 對,就探討這一群運動男子們他們是如何形成這個男同志社群 對,這差點想要加入了 還沒報名嗎? 還沒啦 都快端午節了,可以去了吧 我可以嗎?我做得到嗎? 或是你可以在岸邊當啦啦隊 我覺得這可能比較batter 還是你會被包成粽子丟到湖裡 我不許你那邊機車喔 今天這個是我們本系列的最後一集 我們邀請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嘉賓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讓我們歡迎加大家一輪 你在等我們掌聲結束對不對 他想說很久沒有來上這麼活力四射的節目這樣子 這些都是一些平面訪談這樣子 難得有一些你知道兩個年輕人肉體在旁邊 是不是有點不習慣? 說話 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嘉一輪 我們賈大今天帶來的新的作品 嚴平北路時段再進去的理性人家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要分享這個書中的創作的心路一層 角色設定還有一些我們自己觀察到 想要問的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這書裡面有非常多很有趣的現象 很值得跟大家探討一下 那我們也先為大家快速的介紹一下賈大 那按照慣例使用Podcast的聽眾朋友們 如果懶得聽介紹 可以快轉30秒去聽下一個階段 現在是靜文學平台的簽約作家 著有小說 TWINS我和他 夜行列車等作品 好,那我其實也可以先跟大家自白一下說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賈大的創作 賈大的文字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平易見人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晚上就全部把它看完 突然就睡不著覺了 你就一直想說這些人到底後來會怎麼樣發展下去 而且我本人是透過靜文學的連載去觀看的 靜文學真的很糟糕耶 他們到77張就到Ending 然後就說那如果想知道後續的話 你記得去買書喔 我想說哇這張喔 我就買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部分就是 應該說我比較很後來才知道說 喔原來他是寫連載出來的 那其實寫連載這種小說 你很明確就知道說每一個章節最後就會有一個 勾人的影子在最後就是一環一環的下去 那我們也先請賈大哥跟我們分享一下角色的設定好了 因為李琴這個角色其實設計的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的特質是可能我們很多的小gay會有共鳴的 那你當初在設計這角色的時候是有什麼樣的reference嗎 因為我覺得我的故事其實有蠻多 都是從現實我可能認識一些讀者 認識一些朋友 那李琴這個角色其實是我在出第二本書的時候 然後又來了一位讀者也是小小隻的白鏡型的這樣 然後穿著一個粉紅色的大雪梯這樣 後來就稍微跟他聊天 那才知道他是社子島的人 我就心裡想說你跟台北人講說社子島 很多人都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那個朋友跟我講說開始是讀者啦 然後後來變成朋友 然後他跟我講說從他們家到最近的7 可能要兩三公里 問題是他的戶籍他的身分證字號是A 然後他的戶籍是台北市市林區 但是你完全沒有想像說這個地方 那後來我就請他帶我去那地方走走 你剛才有私下在約一個見面 這個讀者是不是蠻可愛的 對啊我覺得 我想說這個讀者怎麼後來就變朋友了 事有蹊跷還變成了一本小說的主角 因為我覺得我在創作經營方面可能跟一般的作家比較不一樣 我之所以會寫小說也是被這些讀者敲完敲出來的 以前就是亂寫啊放在網路上 隔兩三個月去看 底下一堆人在敲完說 啊再來咧再來咧 其實我覺得我跟讀者的關係可能相對來講是比較 跟一般的作家來講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就請那一位讀者帶我去看看 那我們就搭了車然後搭了公車 它是一個島嘛所以它會繞一圈 最底端叫做島頭那個書裡面也有 那裡面有一個涼亭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新電溪跟基隆河在那裡匯聚 然後變成淡水河就往淡水的那個方向流去 那其實那個地方蠻漂亮的 然後那邊有一個公車站就是公車開到那邊就沒了 我當初就會想說那我要以色島為基礎去寫這個東西 那當然也看了很多相關的影片啊 或者是有相關的文獻這樣 那假如說我說它在九段那就會太有代入感 那我乾脆說那我就虛構一個十段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還可以再進去 然後是一個人家真的完全找不到一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啦就是我看了一些作品 就是其實色島大部分都是指出不進 你可以聯想到那種中南部的鄉村 那種人口外流很嚴重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長期從民國五十年代 就開始被設定為紅飯區嘛 所以那個地方是沒辦法改建的 那時候政府也不是很負責的 它既然牽你牽不走 它就把你設成紅飯區 那邊都是行水區啊 你淹水那我不趕我的事 你自己要住那裡 那所以那裡的房子很多 長期以來都沒辦法改建 因為改建的到時候政府來說你這違建 或者是怎麼樣 他們就一直很期待 近年來就一直很期待可以開發嘛 那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那裡畢竟住了兩萬多人 其實這個東西 知識體大這樣 那那個地方其實對整個台北來講 它算是一個停滯的一個區塊 然後你去那邊就會覺得那真的很不像台北 然後那裡的人很多都有親戚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那設定他們是一個大家族 他又是這個大家族裡面唯一的男生 但是他又是同志這樣 其實剛剛賈大講了之後才發現說 哇這一個田野調查的功夫 應該是要做一段時間的吧 還好 就是你那個朋友一一為你導覽這樣 讀者 讀者 其實網路上面很多資訊 我會覺得我不喜歡太過深入去調查它 因為我覺得那就會太過於現實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的東西 你會覺得它好像很實際存在 不管是這個作品或者是說其他的作品 其實都會有人問說這個真的是真的嗎 然後這個東西到底真的有沒有發生 然後這個人現在在幹嘛 然後我有時候聽讀者這種反饋 我就覺得嚇一跳說 你真的認為真的有這個家庭的存在 所以那讀者朋友他知道說他成為這一次的教師 他知道啊 但他有給你什麼反饋嗎 你都還沒有跟他聊過這件事情 他之前在當兵 剛退伍吧在找工作 我還沒有問過欸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很值得聊一下 自己成為一個小說的一個 主體 對啊 然後他有一本書 他甚至可以跟他的朋友宣傳說 欸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小說主角 聽起來就很爽啊 真的 他自己已經認知到自己的同志了嘛 對啊 那在他的家庭裡面 他出櫃是容易的嗎 對他而言 我不知道欸 他們家也是相對來講比較保守 我有稍微問過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出櫃真的 他就說他可能他媽媽也許可能心知肚明吧 但是他爸爸就比較傳統 對 他的爸爸也許可能跟我所設計的理情的爸爸 有一些東西其實可能也是蠻類似的 就是那種 我們的上一代的那種爸爸型的角色 聽起來就是一定會強迫兒子去打棒球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要多多運動 不要老是待在家裡面 不要念理工 對啊 念什麼文學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一開始也是啊 那個我不是寫說 他爸爸會帶他們去天母 對 跟那些 貴婦啊 有錢人一起吃個飯 然後 培養氣質 對對對 那我覺得他爸爸後來發現 這個孩子太過有氣質 太溫弱了 所以要打球 要去去去 希望他能夠 有點男子氣概這樣 我覺得小說的真實性大家一定都會好奇啦 就像你的讀者一直在敲碗說 真的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但我覺得大家更期待是看到他真的被實體化 或是被影視化 那其實近期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購買書籍的話 就會看到說 你們找來了 模特二哥 Marco跟Frank 去實體化書中的人物 分別是李晴 顏世聰跟王文強 這些角色 你當時是你自己物色的嗎 還是有誰幫你去做一些挑選 然後你覺得這些還原度大概有多少啊 就這一次的拍攝 一開始是靜文學編輯有丟給我幾個網紅也好啦 或者是比較知名的什麼帥哥之類的 那我看來看去總覺得 因為我對這些人也比較不熟 那你就覺得看來看去也就沒有感覺這樣 那我不知道 就後來可能靜文學那邊就去找到了這個 可能就是請他們去物色這個相關的人 那那一天拍攝的時候 靜文學他們就有邀我到現場 看到那三個我嚇一跳 哇 那活脫就是從書裡蹦出來的角色 你會期待說自己的作品是真的變成一個可能 系列的影集 或者是說可能系列的戲劇作品 無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你自己會期待嗎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所有作者的夢想 因為我覺得讀者對我反饋回來 他們就會覺得說我的作品其實很有畫面 我常常被人家講說我的作品很有畫面 然後我自己在書寫的時候 我也會試著帶入我所想的那個情境 然後把它合理化 然後讓它發生在 好像真的是在你我的周邊這樣 那我覺得它假如說真的有機會可以拍成 不管是剛剛提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都樂觀其成 那就是請期待我們接下來的訪談 因為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就會穿插 甲板一支特製的廣播劇 廣播劇 對我們這次針對言平北路時段 在進去的理性人家做了廣播劇 然後找來了一些我們身邊的好朋友們 來去演繹這些角色 那希望甲大之後聽到的時候是喜歡的 超期待 那我覺得如果是影像化的話 我們這邊也先推薦給甲大跟靜文學 我覺得就是顏世聰這角色要找曹佑寧來演 因為他棒球好手 然後顏世聰也特別會打棒球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搭起來應該很完美 他不用訓練就可以直接上 對 而且這種是好看的 然後他看起來原本是濁濁的 但是他就是一個打扮就變得很好看 跟顏世聰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那王文強呢我覺得 我目前想法是王可元啦 就是他可能也是有一點點那種 併交型的戀人感 請問一下你這部PS要斥之十億是不是 每一個角色都請這麼大咖 沒有啊 這部角色裡面有十幾個人 你不要理情 很簡單啊 就你啊安丁 這部大咖很小咖 那你要當什麼 我沒有啊 你外插一個球巾 放球隊球巾 每個人吃一遍 我是球隊的肉便器啦 這個聲音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 靜文學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編輯點頭如倒算 那就是先簽約了喔 這我們都有錄進去喔 這都說要簽約喔 我們最近真的很逼死靜文學 我們逼了很多人 我們要逼那個親愛的共犯 我不用逼親愛的共犯 現在要逼佳一倫他們 我們要課程好多靜文學相關作品耶 很期待 其實我覺得男主角李琴跟我本人有非常多的共通點 那到底我們之間有哪些共通點 首先就是 我們跟家裡的關係都很近 就是因為其實 像我們前面幾集有處理到非常多來賓跟原生家庭的距離 然後我本人現在也住家裡 跟他們就是相愛相殺 那李琴也是一直住在家裡面 然後會有承受很多的期待啊 承受了很多可能跟二姐的一些互相嘲諷啊等等的 我覺得這家庭的距離是非常有趣的 想要先問一下 就是賈大當初是怎麼樣去設定這些主角與家人之間的距離 這個要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一個很無聊的一個家庭 就三人家庭 有三個人然後住在一個透天厝裡面 然後上面還要加鈣 我爸爸他弄成像巴別塔 上面還多加鈣兩層這樣 我說你沒有被抓到違建真的是運氣很高 那所以以前我媽還在的時候 我們是三個人一個人可以分兩層這樣 現在住在台北就覺得哇一直就很想回高雄 就覺得台北的那個居住的空間實在太狹 又濕又擠 對啊 所以我就會想說我家本身就是一個只有三人小家庭這樣 就想像那種大家庭到底是什麼樣子 像我父母那一代可能一個家庭就有五六個小孩啊 七八個小孩那種大家庭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刻意去把他設定 角色讓他多一點這樣 我想問一下因為爸爸跟媽媽看書中的文字 是感覺到他們好像比較沒有這個idea 或是他們沒有發現或什麼樣的 但李琴非常大膽的跟我做了一樣的事情 就都帶男朋友回家 跟爸媽一起吃飯 直求對決 但是都沒有說這個人是我男朋友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如果有續集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出櫃這件事情 因為 畢竟只包不住火 然後如果哪天可能爸爸或媽媽知道說 我居然給他一起吃飯 我居然還要煮飯給他吃 就是他 他居然是你泡油 他居然是你泡油 我跟你講已經爆炸 因為我爸就爆炸 他在這跟我說 我居然還要煮飯給你泡油吃 這什麼意思 我以後不准你帶男人回家裡面 他當時這樣是跟我說的啊 因為人家是帶男友你帶泡油 他是男友後來變泡油 就是你都還是 應該是別人都是先泡油的男友 男友你是男友變泡油的 他後來就分手 那假大 這個部分如果有續集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呢 我還在想 但這件事情是親身經歷嗎 沒有 我是把自己守得很死啊 就是盡量不要讓他們知道 那講到那個男友變泡油啊 我就記得我前男友啊 他媽媽好像後來也稍微知道 然後他媽媽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我告訴你啊 你如果要交男朋友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你不能做那個給人那個 有有有有有有 他媽媽有講過類似的話 很多長輩的糾結 都是希望他的兒子不要去當 不要走後門喔 對對對 其他的人你隨便 他們都有奇怪的底線 真的 他的底線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男同志也會用異星的那個框架就算 所以說那至少 你跟男生交往的話 那你要去當那個男生的角色吧 你不能去當那個女生的角色 還要去伺候人家 然後去處理家務事等等的 但是爸爸媽媽我跟你說 現在家務分工 是沟通喔 對 而且我覺得是長輩的 有些刻板印象會覺得 好像在男同志伴侶關係裡面 當0號的最後會去變性 喔也有這個概念 對有些會覺得說 你當0號還敢 可能就是要做男朋友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做男朋友很爽耶 我們前面12集都做得超級文青震驚的 今天這集直接大走鐘耶 這個部分要調整一下 抬起來 不要介意喔 對 因為我們剛剛假大舅有提到說 其實出櫃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書寫中是比較薄的 我想問一下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安排呢 就是為什麼沒有特別去書寫 跟於說可能性別認同這一塊 或是說可能出櫃這個動作這一塊 或是出櫃的衝突 對 因為我自己在性別認同上 就我自己啊 我掙扎了很久 大概高中 可能國中吧 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 但是我一直走到大三 我才真的 自己認同自己還不到出櫃喔 就是說自己認同自己 我可能是個同志這樣 所以我其實走了很久 但是我後來認識了很多朋友 我才知道說 有很多人其實他對這些東西根本不在乎 我就是gay啊 我就是喜歡男生啊 就很自然的表現出他 他就是gay 他就是喜歡男生 沒有這種內心的糾結 內心的衝突 然後其實我會覺得 在我的創作世界裡面 有一點我自己的私心 我覺得把現實這個 社會上面對同志的這種看法 然後再把它拉進來 所以我覺得我的作品裡面 都比較少去琢磨到這一塊 就社會同志其實 不想要有再這麼多的衝突 或這麼多的糾結 因為其實社會同志 也是有很多快樂的事情 是吧安迪 是喔 而且隨著 就是時代越來越進步 其實對於 年輕一輩的小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 出櫃的阻力 並沒有那麼大 有時候你可能心裡就覺得說 啊我要不要跟大家講 跟大家講 結果我跟爸媽講 跟朋友講 他們就說喔 我知道啊 我大概看得出來啦這樣子 我覺得跟爸媽講還是有一些 擔憂跟緊張 可是跟同儕 或是跟同事講 其實就是都很 a piece of cake的 對 甚至主管都問你說 啊你是同志喔 我就說喔對啊 啊你喜歡哪一些 對對對對 我這一信的 這個不可以喔 辦公室練習 主管會不會說 欸你們當同志很爽欸 可以到處跟人家做愛 這個 我又說還好啦 想說這不是同志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對對對 啊你異性戀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啊 他就說 我有啊 你才知道 你不要 再亂講老闆的壞話 出事欸 我覺得現在性別認同 真的是比以前還要 心意很多了 可能也是因為網路的普及吧 或者是性評教育真的 推動得很好 我覺得還蠻開心 也很感謝有這些前輩 在這邊推動 這麼多的性評運動的部分 對 所以我也覺得這也是 這一次閱讀這個小說裡面 比較輕鬆愉快的地方 因為你可能閱讀過去比較一些經典的所謂同志小說 他們都會走一個比較悲苦的過程啊 或是很大的衝擊啊 傷痛啊 什麼的啊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一次幾乎都沒有 然後是一個很輕鬆的 有點像家庭喜劇的感覺 然後看起來就會非常快樂 所以我覺得 一樣再次呼籲各大的廠商 如果你就要贊助這個影視化的話 趕快聯絡金文學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要聽第二首歌曲 要來帶到後面的廣播劇的氛圍 這首歌曲呢 是來自溫地漫步的 我想和你一起 我又要去找我 我不想找我 其實不喜歡 我又要去找我 我繼續生活 我都不想找我 不想和你一起 我想和你一起 我都不想和你一起 赶走天上的乌云 从那沙滩上惊醒 说说这心情 就像海绕枕在风里 沉了伞要挫手不及 我抬着你的心 我在这等你 好想你的身影 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说这心情 就像海浪圈在风里 牵了赛也守守不尽 我带着你的心 我的财车的你 好想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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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你的心 我在这等你 好想你的声音 好想你的声音 那我自己心中对这本书的文言就是关于说当主角李琴冲动接受文强的告白时他内心有非常多的 就是他说到底什么是谈恋爱要到很爱很爱对方才能在一起吗对于一个人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我觉得这段真的是我自己心中最喜欢的一块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广播剧 在等待王文强录音的同时我一边思考到底什么是谈恋爱要得很爱很爱对方才能在一起吗对于一个人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 举例来说我爱了一个汉语的聪慧 18号你都不回话耶游戏你不聊美剧也是那我要讲什么你比较懂 那不然我们聊爱情好了我先问你你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应该是喜欢男生吧那你喜欢男生吗 18号你脸红咯 厌恶她的轻浮我爱严世聪的爽浪 哎帮话帮话你也坐这台车啊站着很挤吧来啦来坐这里吧 你干嘛用那眼神看我我是说真的这里离学校还很远 你在那里骑来其实真的很辛苦来啦来坐我这儿 受不了她的随性 我爱胡梦回的义气 来一个你讲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做你后面的那个人喜欢你耶 你不觉得她刻意想接近你吗 哇带她的小心眼让人不舒服 我爱来绍成的幽默 斑花你妹看起来很正耶他应该没有男朋友吧 我觉得我刚好吃她的菜呢 可是除了幽默以外 哎呀这人别无优点 嗯 我爱安红正的执着 帮我学弟你今天下课后有空吗 你知道明天球队要比赛吧 你可以帮忙带一下球具吗 只是过度的执着 嗯 就是对他人的过度严苛 我本来 以为你会讨厌我 躲避我 没想到 还能当朋友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一年级开学没多久就喜欢上你了 但很多人喜欢你啊 孟辉啊 阿聪啊 还有高昊的 他总是为人着想 不过就是心思太细腻 常常闹遍人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 身上挤满这些人的优点 他会是完美的人吗 还是 嗯 让人生厌的怪胎呢 马文强终于传来一分钟的录影 我打开影片来看 前面十多秒 马文强显得很不自在 一下子拖腮名嘴 一下子揉鼻子 半分钟过去 他的神情 开始露出喜悦 嘴角上扬 最终完全失手 在影片的最后 他笑着说 我没有办法一直看镜头啦 斑花 你到底要我录这个干嘛啦 我就是想看你现在的样子 关于这段独白我想要先问一下 假大就是 你为什么会去 思考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 在很多的小说创作里头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就喜欢你啊 然后我的爱就很浓烈啊 然后我们就知道 爱的临死我活啊 但反而在 李琴的视角 或李琴的世界观里头 其实他对于爱情 跟对于 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他有很多的考虑的点 他甚至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要跟谁在一起 或是他自己有很多的 矛盾之处 你怎么样去思考说 这个李琴的这个设定 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要去 跟大家讨论说 关于什么样是爱情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爱情到底是什么 譬如说以前古代的时候 三妻四妾 同样我的爱 我也可以爱我的大老婆 我也可以爱很多我的这些妾 我对他们就是一视同仁这样 那也没有说我比较爱什么人 比较爱谁 而且我觉得爱这个东西 受到所谓的婚姻制度的影响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 我一辈子就只能爱一个人 我跟你结婚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只能爱你这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爱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那我也可能说 我觉得你很帅我喜欢 但是我觉得他很温柔 我也喜欢他的温柔 那我也觉得他很有才华 我喜欢他的才华 毕竟说我爱的这个对象 不见得每一样都有 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怕这个角色被人家说很渣吗 因为你知道我们身旁现象中 真的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欣赏每个人的优点 然后他对每个人都有好感 然后每次见面都可以一样热情 但是他就会被很多人流传说 这个人很渣欸 你干嘛跟他相处什么的 谁啊 是来宾吧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人蛮nice的很好啊 对 其实 回到刚刚那句话就是 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 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 我觉得这一句话他成就了 这本书里面理清的心理状态 而且也从这句话里面 我觉得让每个角色都变得很立体 就是你在过去看到某一些小说里面 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就觉得 我们可以一分为二 他就是好的人 然后这个人就是工具人 然后这个人就是朋友致辞 然后他可能就是善良的人 或是他就负责扮演黑势力这样子 但他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同时存在的很多 优点跟缺点病程的状况 对 像比如说 以文强来讲 他就是心思很细腻 可是有时候可能细腻过头 就会变得有点 很固执 对 或者是爱闹别扭这样子 然后或是刚刚讲的 比如说孟辉的部分 然后他可能很有益气 可是他有些部分的话 又会觉得说 好像你的嫉妒或是心理不平衡这样子 对 其实可以跟着理情的角度去探讨一个人 面对各种人际关系 或是你拣选对象的那个心理过程 就是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 一见钟情或是真爱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人 反而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中 去面对每一个人 然后去看看怎样是最适合自己 那理情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 他其实也不算是一个 真的很擅长人际关系的人 就是他其实很常 半推半就去做很多事情 那你自己觉得在人际关系这一块上 你自己有投射在里头吗 这问题会不会太Rude 就是因为我本人是可以很快速 就投射在里头的 因为我就是很容易被半推半推就说好啊 我觉得理情这个角色 他大概90%都很像你 对 就是他可能人际关系有点处理的不太好 然后家里又住的很偏远 但你知道10%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他很多人爱 没错 那贾大理 你有人际关系的障碍吗 有啊 我也有 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也有把自己投射在里情这角色里头吗 我觉得里情其实是我期待我自己变成那样的人 但是我的人物的设定也许我自己表现出来 我可能比较接近王文强 或者是比较接近也是从 我是那一种 带头型的人 像我自己在打棒球 那我是带领球队的那一种类型 但事实上你就觉得带球队很累 我自己当投手 为什么我上个礼拜我才投了一场完头拜 那是最后是我队友再见失误这样 我为什么要这么累 我要带领这个球队 然后我还要负责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还要撑完整场这样 然后累了要死我还输球 我就会很渴望自己是一个里情这样的角色 就是去到哪里都有被人家呵护 然后没有什么组件 但是就觉得好像被人家推来推去好像也不错这样 有一点慵懒慵懒的那种感觉 他刚刚真的是一种好想要被爱哦 的那种情绪耶好浓哦 其实我觉得贾大他自己心里应该存在 这一种矛盾 就是他同时热爱打棒球 但是他又是一个写作者 可是打棒球是一个很需要团体合作 或是需要比较强烈社交能量的一个运动 可是写作又是一个很孤独很自我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 他如果同时都是有热爱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人格上就会有一些矛盾 会觉得说同时想被爱 但是又同时想要保持自我这样子 因为理情这么的复杂与矛盾 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很好奇到底结局是什么了吧 如果Podcast朋友们不想要先知道结局 不想要先爆雷的话 可以先快转这一段 或直接跳到我们聊人生家庭的部分 好我们要来爆雷了 终于这个是我们花钱才获得的爆雷 因为大家如果看书就会发现说 一开始是文强和理情在一起 但结局竟然是文强竟然跟女生在一起 然后晚上还敢偷偷对理情勃起 我想要先问一下假大 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文强的结局呢 而且我甚至原本以为文强会在跟理情复合耶 你不觉得王文强那种类型 比较适合去爱女生吗 理工男性的那种 因为他是一个很 口水要记得插喔 他刚才理工男 直男男性 口水快滴下来了 你很敏锐耶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是一个有点一板一眼 然后这种类型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啦 我就觉得说 他可能也蛮适合去跟女生在一起 然后再跟男生偷打跑 很有可能 因为他偷偷对理情大勃起耶 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因为我觉得在书中有非常多是描述文强跟理情的情感关系 然后文强一直都是很执着很执着的人 所以在一次的误会之后 我原本以为就是会安排一个可能 复合的桥段 甚至是继续走下去 但他最后没有 他最后选择跟世冲在一起 我只想说这个情节 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为什么最后让他跟世冲走到ending呢 我觉得李晴跟文强 这两个人的个性上面 就有很显著的一种差异吧 文强大概我觉得文强大概很希望说 李晴去跟他讲说 诶我们再复合吧 但是李晴也会想说 反正要也是你 不要也是你 你假如还要的话 那你要来跟我讲 那结果文强就没有去跟他讲嘛 那就慢慢慢慢两个人就越走越远 就错过了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不能要求 你知道直男友这种口头上的承诺 他就无法跨过心理上的门槛 他就不懂啊 就不要说 做就对了 我发现假大的文字里头就是 这个性别的流动啊 或是这个性情像 或性别认同是非常模糊的 因为我甚至在前期不会发现 事从要跟李晴在一起 然后或者是说 我甚至觉得孟辉可能要跟李晴交往 因为他那时候为了要保护李晴 然后再特意去跟文强起冲突 我想说这不就是 两个男生抢一个 丰花吗 后宫之脸 对啊 但是最后都没有耶 甚至你没有特意去书写每一个人的性情像 我自己会认为说 其实这种情欲的 或者是性别认同的 其实它是一种流动的 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候 我对男生比较有感觉 在某个时候 我可能遇到一个 我真的觉得蛮有感觉的女生 我也可能跟她在一起 那我觉得我们是会比较 大家觉得压力比较大 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跳脱了 那个异性恋的框架 但是事实上所谓的 我们这些同志 还是被异性恋的框架 框住了 比如说我们会去寻找所谓真爱 有的圈内人他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爱 然后跟他走一辈子 跟他结婚之类的 我自己就会想说 我们既然身为同志都已经跳出 那个异性恋的框架了 为什么大家的那个情感的关系 还是要被限制住 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对我来讲 它其实是一种流动的状况 你有可能今天流到这里 明天又流到那个状况 那我觉得我希望在小说里面 其实是反映出这样的真实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了解 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 感情就是一对一嘛 然后如果是异性就是喜欢异性 同性就喜欢同性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 这样的刻板印象 但是从我们就网黄世界的观察 就这个性别流动 是真的非常的急速的 然后甚至非常快速的 笑什么安迪? 我要听你怎么继续玩下去啊 我觉得网黄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说像是荒霸或是何真言吗? 对啊 你知道这两位吗? 不知道 就是在推特上他们有一些情欲的影片 然后他们时而可以跟男生互动 时而可以跟女生互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别流动 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实实发生的 我自己感受层面可能不是往性欲方向走啦 我的感受层面比较像是 它里面没有特别讲说 谁是同性的 谁是异性的 或是说一个性别的认定的专辩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反而 能够回归到一个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其实友情跟爱情并不是一条线分过去 就一分为二的 其实你在友情里面也会有所谓的吃醋的状况 或是有所谓对于朋友的战友 谁跟谁比较好 谁跟谁比较好 那难道在友情里面就不会有想要保护 或是想要独占的这种情绪吗? 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或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所以这本小说真的就是描写的非常的深刻也细腻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喜欢这本说话 记得要去购买 现在可以买得到二哥Marco跟Frank他们三位一起做拍摄的写真照片 甚至是海报的版本 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观看 够香 对对对对推荐给大家 那贾大的书在最一开始写下的一句话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妈妈 然后我觉得你很适合把这段话念完送给听众朋友们 因为我觉得用声音记录下来会更感动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妈妈 之前的书我不敢献给她 毕竟她是个又传统又保守的基督徒 那看到的是这一款女儿爱女儿的小说 怕她心中会堵不住 那现在她到田国去享福了 那我就可以大方的把新书送给她 反正她有本事看到的话 就快点到梦里来骂我 你不要玩久了都不要紧了 买到嘴巴都可以放茶给你喝 妈妈快来喔 我很欢迎 真的 妈妈快来喔 有种挑衅妈妈又很温馨的感觉 这种复杂的情绪是怎么样 这个复杂的情绪就让人很过瘾欸 对 她都不来给我梦啊 我就挑衅她 挑衅她就来给我梦 但是你前几本书如果被妈妈看到也是 也是很不OK 妈妈要看那个Twins吗 双胞胎 我觉得她看不懂 她可能翻个两页她就写冲桑 对 妈妈有在爱看文字吗 还好欸 我可以念给她听吗 床编故事这样子 我跟你说话 我已经有写过两个双胞胎 后来她们就不晓得我喜欢上了杯子 那我妈还搞到入味型 好嗨喔 你可能会睡16个小时欸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耳朵长简 那你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 因为我刚刚听到妈妈是基督徒欸 所以你们全家都是这个宗教的吗 我妈妈那一系到我这边 大概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那我爸爸到我这边大概是第三代 所以他们 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 所以他们对同性念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排斥的 对你 你应该也很不敢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我不敢不敢 因为基督徒 基督教其实在教义上可能会 对于同志而言 会有很多偏反对的解释 你自己还算基督徒吗 或是你跟教会的关系是紧密的吗 你还会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吗 不会 我大概 尤其像我的爸妈参加的那个教会 虽然是长老会 但是他们那牧师就跑到公听会上面 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那我就觉得很得懂 然后我后来就都没有去 这样爸妈会对你这个行为感到愤怒吗 我妈妈在过世之前 都还是觉得说我应该要常常去教会 对 那但是我就觉得 至少在这一块 你教会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 我大概很难再重新踏入 感觉你在跟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 拉扯 还有很多的纠结 矛盾的心情 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说 现在对于你而言 你还跟原生家庭的距离是近的吗 你还会常常回去可能探望一下 或是可能有一些聊一些心事或什么的吗 就是对于高雄这块老家 你的心情的定位是什么 妈妈还在的时候 大概就会跟他聊很多 那爸爸大概就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距离 那现在老家就剩我老爸一个人 那他又是那种 有点生活白痴这样 像他我今天来访问之前 我爸才在问说 他的那个存折到哪里去 我说 我怎么知道 你放在高雄 我怎么 我现在也没办法救你 我就想办法让他自己去找 那所以其实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 其实相对来讲是很亲密 非常亲密 我大概从上大学 然后到研究所 每一天都跟他打电话 真的假的 对对对 我做不到了 哈哈哈哈 我妈还在的时候 她都常常去跟她的朋友宣传说 你看你看我这个鸡好 好优好 每天都跟我说电话 嗯 好腻喔好腻喔 这真的很厉害欸 那个好腻是甜蜜的快乐 对啊 哦这很烦欸 我不想接也要接 真的 哦 我煮菜人电话都要夹在这边 他边吵边跟他讲电话这样 哦 我妈很自豪 真的 我妈好自豪这件事情 因为你算是教会家庭里面长大 对 那对你而言 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性情像 你会透过什么样的媒介 或透过什么样的载体吗 当然就是万二的网络啊 最平常看什么网络上 像小时候就是 嗯 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晚上趁我爸妈睡觉就上网啊 一开始可能都看一些男生跟女生嘛 嗯 那后来就发现 嗯好像男生比较好看欸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会去跑到什么TT1069 现在也还有 现在也还有 对啊 我就是在那边写小说写到 开始出书什么的 那我问一下你是情色文学区还是情郁文学区 情感文学区 情色文学区 情色文学区 哈哈哈 还是写肉文出道的 对我是肉文 嗯 专门写肉文 所以我现在写这种清水文很多我老读者 这种都这个 肉在哪里 肉呢 又开始敲啊 把我敲坏了 欸你这一本真的没有任何肉欸 以一个情色文学区出道的人而言 不给过 要翻外篇吧 要欸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就要看静文学那边有没有 静文学说衣服要穿起来 衣服要穿好 对对对对对 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要把衣服穿起来 衣服穿好 但是拉力可以拉下来 对 而且你挑了这几个model 脱衣服都是没问题的 真的 都没有问题 没错 他们脱下来的时候 尤其二哥脱下来 哇 哇那个洗衣板 哇小小一只有八块 哇夭壮 好可怕 不敢啦 真的很结实欸 必须摸 真的要摸 我们下次遇到他记得跟他摸 好我要摸 摸好摸满 对因为他其实也很习惯被打打摸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太害羞 你可以问他说 可以摸吗 你说那个我小时候做的那个甜调 就是我要写一些附近的描述 你可以借我摸看看 我觉得他一定会给过 这一定会给过 真的 什么符合 我们凭什么帮二哥代言 超级过分的 真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 因为其实在情色文学区嘛 你自己觉得写这类情绪创作 对你的性别认同 或对你的性行像 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或是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回馈 是很感动 是帮助到其他人的 有啊 我常常会收到一些 让我觉得很意外的 譬如说 我有一个读者 他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就用听的 我的东西一定要有电子版 他就用那个iPhone 然后播那个16倍的语音 我听不懂哦 他就用听的 所以他一天就可以听我一本书 我也有读者是听不见的 所以他就很抱怨我写那个台语文 因为他就不知道台语怎么读 所以他完全没办法理解里面的内容 然后甚至我的读者也有外国人 也有澳洲人 也有日本人 对然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写作可以这么的无远佛界 然后我自己以为啦 我以前写肉文出生的嘛 我就觉得说 那你们可能都是看我的作品 然后就去烤休闲烤烤烤的就没有 但是这个语文说看到哭 每一本都看到哭 连这本都已经写得这么欢乐 也是有人看到哭耶 爽到哭吧 我现在想说你是在哭 对啊 哪里是哭点 我不知道啊 就跟看菇味一样 我不知道哪里是哭点 然后粉丝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前几本书你们看到哭 我觉得都还OK 但是这本你也看到哭 但有的人的感动的点 也许可能这有打到他之类 可能下面在哭吧 对我就说 马眼在流泪 我后来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 就有点没办法定位好 因为我到底还要写这些情欲的东西 还是把衣服穿起来 写一些清水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想说 我为什么不两者兼具 我可以让你上面的眼睛也是 下面的眼睛也是 人生志向上面也哭下面也哭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很多读者 是从贾大的创作中找到一些归属感的 而这也是扣紧到我们这一次家的主题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原生家庭 然后讲了很多人可能现在的新的家庭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家庭系列最后一集嘛 所以我想要先问一下贾大 因为大家如果觉得归属是我们的话 那你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呢 我觉得还是家庭吧 人 这辈子可能你周遭的朋友来来去去 但是我觉得你没办法抛弃的就是那个家庭 台湾话就说那个家庭就是 他对你有一些帮助 他帮你抚养长大 但是他事实上也许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些你要去负担家庭这些事情 比如说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像我妈妈之前生病 那我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就照顾他 你的身体里面还是留着这个家庭的 你从你父母而来的那个血液 我们刚刚聊到了贾大的归属 最后也要请贾大 替我们描绘一下 如果今天要请李琴写 我的家庭这个小学时期 避写短篇作文 你会怎么样帮他写呢 这是固定问题哦 你不可以逃哦 我叫李琴 然后我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在哪里 但是呢我的家里却有很多人 我有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 之后有可能又多一个妹妹 然后我姐姐又有一个男朋友 反正我们家的就是很热闹 那 还有讲什么 李琴未来也会招男朋友啊 对啊 李琴他可能会跟侍从 会走入怎样的家庭 你可以稍微描写一下 或者他可能跟侍从在一起 但心里还住着文强 之类的 之类的我不知道 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问题 这样子 世聪结束后还有孟辉 还有邵辰 哇 他是玫瑰圆耶 要跟世聪在一起 我想不到耶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 可是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夫 怎样的人夫 大概就是 就是在家里这样 跟他妈妈一样 乖乖的相夫叫子 我想说 在家里乖乖的 碾花惹草 铅打开起来 好 找到身边的人 碾花惹草一波 对 也有可能啦 但未来难说啊 我觉得就是请大家 拭目以待 言评北路时段 再进去的理性人家的续集 那我想问一下贾大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可能就是 继续创作吧 也很希望说 也许这个作品可以有影视化的机会 嗯 现在手上有在进行的计划吗 你说新的作品吗 对对对 有啊我就是 一直开很多新的坑 然后我就是 我都说我自己在写作像录品专案 就不断的填这些坑这样 因为我就会必须要 巩固原本喜欢看肉纹的 所以我常常会 开一篇肉纹跟开一篇清水 两个同时进行这样 那也很累耶 就已经很习惯这种连载式 喜欢被人家这样一直敲碗的感觉 他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蛮重要的 如果大家想听讲完就是多一点也要多敲碗 真的必须 多跟我们互动 不要在那边就是苦苦的等了 然后都不说话 对对对对 烦死了 就在那边没有定期更新的说 节目呢 潜水的最可怕 真的 又不留言 然后只会在那边吹根 到底想怎样 但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好痛苦喔 那未来如何观众你的资讯呢 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然后我也有脸书 反正上面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 是 好的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到各大Pocket平台订阅甲板日志 还有我们的IG G&D跟安迪的 WSJ0309 这一集结束后 一样也请大家每周的同一时间持续守进 轻松电台FM96.9的甲板日志喔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